本局TV 回來了本局TV 正啦 今天擺了整場 這個好像是昨天還是昨天 今天收到訊息 又一拿 這個是震撼彈 這個就是 這個會彌補很多人的童年 沒錯 猜不到是由Tamashi Nation自己出 藍logoXX計劃 以前是Bandai有出過 這個正式名字是Jumbo Machinder Jumbo Machinder 這裏也有說Jumbo Machinder 的MachinGase 是大膠製作的 大膠很少見 這些大膠是否還可以做到 兩樣東西來的 先簡單說說 我們現在玩的art toys 就是浪膠 浪膠就是用浪的方式 或者是用油爐 如果日本那些叫Softbee 就好像雞蛋仔製作的 但是這個是用一個叫做 吹膠Ball Mode的方式去做 那什麼是吹膠 其實大家有喝過東西就知道了 水瓶的方式 就是用兩個帽子壓在一起 然後下面有一條管 就會泵氣進去 把它跟著帽子的形 就做出來 洗頭水瓶 所以它的尺寸可以做到很大 而且你會看到它是偏向比較條狀居當 是因為方便 物理會這樣吹 比起浪膠 浪膠其實做到這麼高大 是很容易會 會軟 會搖 但是如果吹膠 這個問題就機率少些 但是造型就有些限制 是的 而且它本身的成本方面都會有少少不同 那頭呢 這些一定不會是吹膠的 這個應該是啤膠 這個應該是啤膠 又再多謝 上次 做了現場觀眾 現在已經回到老家家 是不是加拿大 是的 又贊助了我們 多謝 謝謝 我相信很多朋友仔 小時候就看著這個流水瓦 賣過了又沒有錢買 這些都買不起 小時候不知是甚麼叫老蕃 小時候有很多老蕃 是單色的 紅黃黃黃的 那些是西瓜波的 對 我以前有的太空保衛者 真而總之 都是很高大 可能沒有那麼高 現在老蕃褲還直喘 全紅色 因為已經轉版了 已經轉版了 也很難找 而且經歷過時代洗禮 有些懷舊味 說真的 這個造型當然比不上 現在有甚麼超合禁 但是它就有它那股懷舊味 想不到BANDAI會重新推出這個 還要是一個陰蜜價 陰蜜價 一千元左右 真的是BANDAI良心 笨大良心 笨大良心 笨大你都知道 一向都不是很有良心 那它就 武具應該是全新的 是全新的 你看得出 舊的武具幾十年前 現在都很滑 其實幾年前 是否七幾年前 我想到讀畫這麼久 應該有四五十年 如果大家 鐵甲蚊盒這麼久 可能後來中間 短短短短短有出過 怎麼都有三十年走不了 我們玩開蚊盒不是這些顏色 這個就是當年的大膠色 他們都會稱為JUMBO MACHINDA COLOR 我覺得有點像永井豪限定的顏色 就是按照這些顏色來出 這就是以前的大膠玩法 這次真的正好 如何正好 它還升級了 以前舊的大膠是得謝蚊盒 這次它連這個秘密武器 刷散一塊XX3 送給你 都是在一千元裡面包買 沒錯 真的寫得出 還要玩一個潛懷 給你一個盒子 獨立包裝 雲限這批東西 我想起碼三四百元 走不掉 竟然不做雲限 所以這次實在太良心 不知為何不良心 這隻我覺得 家裏有位都可以買來玩一下 這個位一定有 不就跪頂 不可以大隻 今次改良了給次次 我沒有以前的舊版 說真的 太貴不起 但現在換了磁石級 真的磁石級 真是磁石級 正 不跌 這就是時代的進步 除了這個升級 我眼見沒有舊版 但知道原來它的拳頭裡面 用了橙色透明膠 是否模擬飛船火焰的感覺 應該是 理論上是 以前又不是 我記得以前沒有這些色膠 應該都是白色的 按鈕在後面 按鈕在後面 在這裡 真的飛了出來 你可以試試 找人接 我幫你扶著電話 要高一點 因為它是靠近的 你試試打不打到電話 來吧 太低了 很安全的 因為射程很短 還有一件事好 它這些位置本身吹膠就是這個顏色 所以基本上你不是拿東西 突然刮它 你也不用怕它會花 我想大家都會疼著玩 有些人可能會拿去沙灘 本身這隻就是 這個架就是拿去沙灘也開心 沙灘也開心 應該是仇水的 照計是 舊版好像是腰間貼紙的質地 都是有些不同 聽師兄說 以前應該是銀梯子 銀梯子 舊版的貼紙要自己貼 今次買回來已經貼好了 朋友上稿的貼紙都貼得很精美 絕對好過你自己手貼 這個是非常有經驗的女工幫你貼好 分大開始找阿叔水 有觀眾說 找了很多年 他不是轉了對象 只不過是對象的年紀隨著事 隨著增長 去到這個地步 BANDAI就說 你們都快到了什麼 那不如給我機會你玩一個夢 幾皮的那些你玩不起 沙灘是這樣的 90年代的時候 BANDAI和我們一起在這個玩具路上遇上 我們的年紀就越來越上 接著他出的產品就越來越懷舊 我們越來越老 他就出越來越以前的東西 換這個XX3的武器 不是用彈弓的 是用這個好像筍位 有點像洗液 那些不知是吸著 下皮白水 吸著它 這樣就可以吸著 是否又要試射 又要試射 這個是三年裝的飛彈 但你可以三隻一起發 射程比較高一些 我分開射 看看捉不捉到一支 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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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好心的 肩膀有兩支 這裏是十四 總共有二十支 如果小朋友真的會射出外 射完之後 就在這裏拔出來 再裝 所以射程很短 也不關事 小朋友就算是 都會對著街上射過去 那小朋友沒有什麼加價 應該都經歷過 這裏是最多的 這次我射三射的水哥 死了 你記得之前這個舊的武器包 有很多不同的武器 是呀 它有很多款 其實如果你有玩過超入金雲 超入金雲 有出過一套武器套 是DC黑色的 是呀 有出過一套武器套 裡面連了很多東西 有不同的玩法 其實就是按照JUMBO MACINDA 它的一個武器包來出 你們猜一下它繼續會 二號一定會出 二號已經說明了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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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已經有顯示過二號出 印象中有什麼 有雷登 大武士 大武士有 金剛飛天鑽 巨靈神 宇宙飛龍 金吾斯王 金吾斯王 金坤之王 如果每次都出 是 太空保衛者 我小時候有太空保衛者 大天人十七 大天人在日本不是很熱 之前那些全部都熱 還有猛國戰隊 是猛國戰隊 因為它是港版貼紙 Made in China 是Made in China 認真說這個價位日本是日本產 老實說以前是因為中國人工便宜 現在問題是日本可能已經沒有技術 沒有了也不出奇 沒有了廠可以做這些事情 始終搬了移位 寫Tamashin Nation in Japan 有師兄說 這位師兄的名字很奇 荒謬世界 如果出光我真的會放棄部分抽合金 壞浪布 玩完嘛 小孩子才做選擇 放在家裡很棒 又大又當晚 放在櫃頂一排 很害怕 特哥就會這樣玩 這些就這樣放是一種裝飾 很精神 其實你家裡有少許位置 其實是這個範圍 只不過要高度 你就能放 你看到那些大膠的 那些大膠的收藏家 通常都是排排站 斜斜的一排 限制位置 你家裡有現在櫃 櫃頂就是最好的安置 沒錯 這些通常都是放在櫃頂 有得是黃 這次很良心 一千元 這塊東西 師兄說想掛上天花板 你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剛剛趁現在出了要賣很快點賣 聽聞現貨不算太多 今天價錢很相宜 三位數 是瘋狂的 然後信火是九字頭 不值得玩 明天又可能回升 回升 回升也是有限錢 有限錢 有限錢 網上一個師兄說 你現在用比舊版便宜 三十六杯價錢 正常 你還在等救救救 他這樣罵別人 因為這些最上一次已經是一個老古董 你要找回是說真的幾皮的事 還要是不完整 不會是英俊 要不不齊飛彈 要不是手重新做過 有聲音說信火已經沒有九字頭 正常 但它是值多個 它是值四位數而說 這個尺寸也正 尺寸也正 期待下一隻的二號 第三隻雷登或是巨靈神 我猜是巨靈神 因為現在播放巨靈神 難說 不過很棒 一句都說了 我們待會再見